看素食吧 看素食吧 三姐, 今天就是 你的素菜系列的第三道菜 你今天會和我們做什麼? 是燒汁翡翠零芝菇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素菜 不過我很擔心味道會很刷 三姐, 有什麼辦法? 你懂得攪拌, 攪拌醬汁醬炒 這樣就很棒了 今天我做了燒汁 是 所以跟零芝菇很合格 好 炒出來不錯, 很好吃 我想學做燒汁 是嗎? 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吧 好 先打開火 現在做什麼呢? 我們有上湯 是 上湯用來製作聖瓜 平時如果我家沒有這些上湯 是否雞湯也可以? 可以…這個很隨意 好 讓我慢慢煮 現在用這個聖瓜, 這樣切掉 這個聖瓜特意刨到虎皮, 是嗎? 是要這樣, 這樣才好吃 但刨得多又不好吃 沒有綠色的又不好吃 但刨得少, 又不好吃 又是因為太硬 我們炒這個要一個皮 這個切一個皮嗎? 對, 切一個皮 我們要先皮, 皮脆 切一個皮 慢慢慢慢地, 一邊滾一邊切 對… 裡面的不要嗎? 我們怎麼會這麼浪費? 不會這麼浪費 一幾兩三隻 可以了, 切兩三個, 是嗎? 因為皮比較爽脆 我們切了它, 放在底下 用醬汁醬… 用上湯, 為了放進去 不需要油, 那個做法會健康 在街市怎麼選擇呢? 很軟熟就可以了 軟熟? 對, 很軟熟就可以了 頭和尾都是這麼大 頭和尾都這麼大, 為什麼? 因為狼不會在肚子裡大大過 走出來, 不會老 均勻一點? 對, 沒錯 它是否一年四季, 還是有季節性? 現在的蔬菜其實是一年四季 這個瓜當然是這個時間最適合的 但是我們要切絲 變得像青瓜一樣 是 也是有些… 會不會很容易出水? 會很容易出水 所以你炒的時候要快 還有炒的時候, 最後才加鹽 明白 因為一加, 水就會出來了 這些不要浪費了, 我們要切掉 也是切條 也是切條 大條一點 還有靈芝菇一起去炒 這些中間好吃 其實很好吃 如果不是老的, 它是很好吃的 很軟熟的 是的 好, 這個夠了, 留下這個, 不用 好 這個豆腐絲, 我們要切 豆腐乾, 全部都切絲, 是嗎? 對, 因為我們要遷就 洋蔥 全部都是絲絲絲 對, 好, 放在一邊 豆腐 還有這個豆腐 我們可以開一開 這是什麼豆腐? 這個是滷水豆腐, 潮式的滷水豆腐 所以它會有味道, 你不用擔心 不然又淡, 沒味道 素菜好像很喜歡用這種豆腐 不會散開, 是嗎? 不會散開, 沒錯 整齊了 好 好 好, 放在一邊 還有一樣東西最重要的 薑的薑 薑, 切 這是最重要的 切 切, 這是蓮皮要的薑 沒錯 好 好, 就要這樣拍 拍 這樣才漂亮, 出了味道 好… 好, 先放下 好, 現在我們先炒 我們先炒什麼 先炒兩個菇 因為菇一般比較寒涼 而且容易出水 所以我們放薑… 乾炒的 是, 這個是靈芝菇 這個菇經常見到, 它叫什麼名字? 它叫海鮮菇 靈芝菇還有一個名字叫蟹味菇 對, 其實很多名字 全部都是海鮮味 對 蟹味 對 是不是真的蟹味? 對, 那就… 你當作吃蟹爪 因為那個質感, 形狀 對, 我們現在… 已經開始出水了 對… 對, 將它炒乾水 這樣會更香, 又要容易吸收 是不是多數炒菇菇 都是用白鑊炒? 有些是這樣做 如果不想太多油, 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想更香的, 就可以用油炸 但是我們家裡不炸, 就這樣做 對, 健康一點 對, 健康一點, 對, 沒錯 待會我炒… 是否讓草青味都走開 讓草青味 都走開 讓草青味都走開 對, 不會出開 大火也不怕, 不要小火 已經開始, 看到嗎? 對 出水了 看到嗎? 出很多水 出很多水, 是嗎? 很多水出來 對 如果我們有廚房紙 我們就可以… 繞起來 對, 繞起來 因為這些都很長時間蒸 蒸發 對… 其實這些菇水也很棒 有些人是混合醬汁的 也可以… 不過今天我們不愛了 因為我們有很多調味料 明白 先不要了 讓它先炒一下, 給一點時間 一聞到菇香味, 是嗎? 是否要炒到什麼地步才好? 炒到它會收到水 會不會出到地步就乾了? 當然會…一定會 就會很乾, 就會縮光了 對 如果喜歡的話, 就用來打蜆 用來攤凍它, 用來做生粉蜆 對, 好 讓它先出水 好, 這裡我們做什麼呢? 剛才滾起了, 上缸了 剛才滾起了, 對 嘉嘉, 給我加這麼多油 好 麻煩你, 少許好了 夠了嗎? 夠了… 好, 我們現在先把它停水 差不多了 好 我們不要炒太多了 好, 炒了, 讓它停水 嘉嘉, 你可以再給我一個油 可以少一點也可以, 夠用 這樣也挺少 夠了嗎?夠了嗎? 夠了嗎?夠了 夠用的 夠了 夠用的, 好 好 夠了, 不太多 剛剛夠黏在鑊裡 這裡不太多, 真的 竟然先加這個豆腐嗎? 對, 因為這個要爆香 你爆香就會很香 逢然是這些, 你爆炒一炒 它會香很多 最好是鑊夠熱才加 不然它比較容易黏 我以為是先加洋蔥 不, 先加這個 我們現在加鑊不夠熱 所以有一點黏黏的鑊 下次我要加熱 下次 對, 我們這次心急了 讓嘉欣說 三姐很快, 我就馬上不夠熱 還沒夠熱, 把他轉一下 三姐和我一樣, 性格比較急 對, 我是急的 好, 這時候放洋蔥 先放下一點火 這時候放菇了, 真香 放菇進去 放菇… 對, 停水了, 是不是? 好, 放進去 大火… 這個時間要加味 是… 之前加的是燒汁 這個就是燒汁 是 這是什麼燒汁? 這是日式的燒汁 日式燒汁, 賣到的 甜甜的 甜的, 沒錯 這個是醬油, 一點點 因為鹹鹹的, 味道比較好 還有, 先把桌子擠一下 先兜兩盒 對, 先兜了 它吸收了味道 很香 對, 甜甜的 但我們也加一點醋 讓它有… 酸甜的感覺 有酸甜的感覺, 對 而且燒得很純色 對, 很香 還有這個也放進去 這個要遲放, 是嗎? 遲放, 很快熟 對 還有這個椒 除了放不同的 這個顏色就要了 是 是, 還有顏色 很香 好, 這樣就開始出現了效果 好, 差不多了 好, 到這裡了 對, 這邊怎麼辦? 這個湯 不用怎麼辦, 不用的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在這裡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這是生粉水 是 掛汁的 對, 別全部倒進去 對, 我以為你放這麼大碗 不是 順序漸進, 看看它的質感轉變 還可以再放 現在要用榴梨軒 對, 這個可以這樣放進去 這樣 我們不想… 不用太多 用醬汁去煮 對, 只用醬汁 這樣, 好, 讓它一滾 現在很香 因為現在有點冷, 不要倒進去 就這樣 是, 這個很容易熟 熟的, 很快熟 這麼快? 熟的 這個很快的 絲瓜真的很快 好, 我們先把它放在這裡 好, 到這裡了 還有芹菜放進去 芹菜也很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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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火, 炒 好 好, 它有一點汁 是 我們也放一點刮蟹 是 看到嗎?它有一點 少許 對, 但不要這樣 不要太一下子倒進去 好 少許 幾滴、幾滴、幾滴 這樣掛起來 它就不會有水分 對 對嗎? 對 沒問題, 對嗎? 對… 馬上水分收拾了 對… 這樣已經可以上碟了 還有, 你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點胡椒粉 對, 味道一點 對 好, 到這裡, 先把它關掉 好, 這裡我們…這個 放在底部 放在底部 對 這個很脆的,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絲瓜… 這個腎瓜 這樣做法很脆 我們就… 上去吧 是不是好像炒麵一樣? 對, 現在有點像炒烏冬 真的想加烏冬 真的想加烏冬 這個叫做… 很容易炒的… 很健康 很健康 對, 很健康 很容易炒的素材 又有一點美的感覺 是 好, 先把它收拾一下 我們可以放一些美的東西上面 這是滾水, 所以不用怕 我們放一些滾水, 浸泡 即是冷滾水 再多點色彩 對 很漂亮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太好了 燒汁翡翠, 靈智菇 快、靈智, 好 好, 好 很慘